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我要帶文當去吃一家台灣料理店 這家台灣料理店是之前 我看Yubi跟小貓他們很常吃 然後之前我去Yubi家的時候 Yubi就點Uber Eats 結果超好吃的 然後文當看到照片就一直跟我說他也要去 對 我覺得很美味 而且這一家店還有炸蛋蔥油餅 文當沒有吃過 那是真的很好吃 太多吃的東西 所以如果要什麼請問的話 就有點悶著 真的很好吃 對 還有購丸也有 真的很興奮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興奮 所以我可以調查一下 我快點去吧 走吧Yubi Let's go 我們到店了 超多吃飯的喔 然後他們店門口就有放招牌 他們這裡最有名的就是便當 我上次也是吃便當 便當的種類超多的 有滷肉飯便當 還有油蔥雞便當 還有雞排便當 跟排骨飯 還有炸雞便當 跟肉燥麵 單品的部分是我們最期待的 有雞排 還有炸蛋蔥油餅 而且旁邊都還有寫中文喔 還有梅子地瓜 還有雞排 蔥油雞 麻辣雞 涼拌雞 鹹酥雞 雞翅 還有炸軟骨 還有香腸 甜不辣 貢丸 花枝丸 芝麻球 下面呢還有很多台灣的飲料 對 還有貢丸 但是它不是貢丸的貢丸 但是它絕對好吃 對 絕對好吃 好嗎? 還有雞排 雞排也好嗎? 還有這個 有點心想 真的不想吃了 真的嗎? 絕對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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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裡超可愛的 還寫說美食的滋味就是要讓人回味 那這裡他們點餐是用機器點的 就像是我們一般吃牛丼的那種方式點 欸 哪個好嗎? 這個時刻很可愛 最近文章真的很喜歡看這些小東西 我們這裡可以選單品 單品有兩頁 還有便當 還有飲料 跟甜點 如果點貢丸的話可以選辣度 可以選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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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嗎? 期待 那跟大家說我們點了什麼 我們點了炸飯蔥油餅 還有貢丸 跟花枝丸 還有雞排飯 然後他們店裡面還有另外賣 台灣啤酒跟黑松沙士 還有芭樂汁 還有芭樂汁 很多 等一下我跟文章各買一種回去喝 花枝丸跟貢丸來了 哇~~ 非常喜歡的花枝丸跟貢丸 非常喜歡的味道 而且它這裡還有附竹籤 可以給客人這樣插著 那他們說貢丸的話呢 一般他們都是切成一半給客人吃 這個樣子看起來 是最初的 非常喜歡的 非常喜歡的 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我來吧 超好吃 很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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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看看肉汁 裡面很多肉汁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一份裡面有四顆共丸 然後花枝丸也是一份裡面有四顆 然後花枝丸也是一份裡面有四顆 大家吃嗎? 肉汁 好吃嗎? 我每天都可以吃 我之前在YOBI家吃便當的時候是一半的 後面反而一顆 因為它那個肉汁 都更鎖在裡面 好吃 對 還可以吃 超好吃的 對 超好吃的 我真的超愛吃貢丸的 超級喜歡 在台灣的時候也是超愛吃 然後呢 我們當然來吃吃看花枝丸 這是 由一以來的 吃吧 我也是花枝丸 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 很滑 台灣人很贅沃 超好吃的 他們店裡面提供的飲料不是一般的冰開水 是茶 所以吃東西的時候還可以解油膩 然後我們的炸彈蔥油餅 還有雞排便當也來了 炸彈 給大家看一下長怎樣 日本的炸彈蔥油餅 我第一次看到了 你這樣拿給大家看 哇 炸彈 它這裡面好像有加醬油 又有加甜辣醬 這個是我們兩個最期待的 而且這小貓說很好吃 所以這小貓說很好吃 醬油很甜 對 你這樣拿兩種醬油 你這樣拿給我醬油 然後有甜辣醬油 超好吃 但是卵還沒吃到嗎 對 這個時候真的超好吃 超好吃 超好吃的 味道超好吃 我們現在吃吃一口 真的最大的 我要連蛋一起吃 超好吃 哇 出來了 蛋黃跑出來了 超級 所以講你 甜辣醬油很甜 超級好吃 你最多的嗎? 外面的粗糙和粗糙的粗糙 粗糙的粗糙和粗糙的粗糙 那種醬汁很美味 不然你連粗糙也不想吃不想吃嗎? 那是大根餅的粗糙 粗糙的粗糙 我真的會一直吃 其實我是沒有很喜歡加甜辣醬的人 可是他們加甜辣醬超級好吃 這很棒 這個真的超好吃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來這家店呢 我們一定要點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店人想到說好吃 我就想說一定要吃吃看 結果真的是太好吃了 然後呢是我們的雞排便當 雞排有兩層 加熱玉跟配菜 還有白飯 白飯上面有酸菜跟滷肉 肉厚嗎? 對 豬厚 那我台灣的味道很薄 很薄 很薄 台灣的味道 耶 這真的是台灣的定番的弁道 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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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來吃 這個人我之前在優比他們家吃便當 都覺得感動 超好吃的 對 好吃 實際你果然味道 就比較好吃 這個滷肉也非常的台灣 很好吃喔 台灣的料理 真的很好吃 我喜歡 我喜歡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 皮蛋 皮蛋 皮蛋可愛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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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說 他這個一份便當啊 就是一個人吃的話就會蠻飽的 所以如果你說 你們像我和文當兩個人來的話 便當可以只點一份 然後其他便當品 一起吃的話 可以吃比較多種類 好飽 好飽 請大家一定要點炸蛋蔥油餅 是不是 好吃 當你下次要不要吃吃看排骨飯 排骨便當 不是啊 還是文當 唉唷好煩喔 好好吃喔 嗯 我們快要吃完了 超級好吃 推推 推推 那這一位呢 是台灣奇蹟的老闆 老闆最推薦的單品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家煮的那個滷肉飯 是應該是最好吃的 我們是稍微用低溫給它燜到熟 那個肉的苦感也不錯 啊雖然是我們滷肉飯是有一點大 可是日本人當滷肉飯是煮的 所以他們想要吃比較有肉乾的人 喔 所以我們會切的比較大 所以我們會切的比較大 烏肉飯也很美味 真的很美味 哈哈 那剛剛先生吃的那個蛋 我們就是先泡醬油 泡完之後我們還有 烏肉飯的湯汁裡面 低溫給它燜熟 燜熟的差不多兩個小時 那因為日本人比較喜歡吃半熟的 所以我們是一開始就是煮半熟蛋 然後再多醬油泡一天 泡一天之後再來 然後再放在滷汁裡面 它也有那個滷蛋的味道耶 很好吃 很好吃 不想說 我最喜歡的東西 我最喜歡的東西 欸 什麼意思 欸 但是呢 烏肉飯也超級好吃 然後烏肉飯也超級好吃 烏肉飯也超級好吃 烏肉飯也超級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 喔 沒吃飯 我又來到了 你已經吃飯了 對 我看龍醬跟鐵爛醬很不錯 這裡真的很好吃 推薦大家可以過來喔 好 跟你們囉 掰掰 老闆最後還送了我跟文檔兩個芝麻球 好開心喔 謝謝老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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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送我們的芝麻球呢 不是一般的那種紅豆腺 是黑芝麻 裡面是滿滿的黑芝麻 日本人吃中華料理的甜點 幾乎都是杏仁豆腐伴就是芝麻球 可是很少這樣都是黑芝麻的 じゃあ 胡麻的部分 行きます 嗯 胡麻的味道很明顯 裡面的芝麻很明顯 而且外面的芝麻很明顯 而且外面的芝麻很明顯 外面的芝麻比很明顯 那芝麻很明顯 芝麻很明顯 超級好吃 跟你般的芝麻不一樣耶 它這個裡面的餡 真的是很濃 就不是固體狀的 而且它畫面的芝麻 很嫩 超級好吃 不 完全不一樣 很Q耶 你看 是不是嗎 太軟了嗎 太軟了嗎 超級好吃 好好吃喔 我現在不好意思用手拿 因為這個竹筋快掉了 然後我跟文檔還另外買了一般的台皮 還有芒果口味的台皮 還有鳳梨口味的台皮跟荔枝酒 這個我們再另外拍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 這個是文當刷很想喝 文當把我們剛才買的啤酒都放進去了 - 放進去了 謝謝 那我們兩個今天吃這樣子的價錢是 炸彈蔥油餅400日圓 然後鳳丸是500日圓 花枝丸是500日圓 雞排飯是750日圓 總共是2150日圓 我們現在吃完了 這一家真的很好吃 這一家在夏北澤的車站出來 走路差不多一分鐘可以到的非常的近 真的超好吃的 我跟大家說如果大家來的話 我真的推薦你們 一定要吃炸彈蔥油餅 還有老闆他推薦的滷肉飯也很好吃 每週吃 然後我們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沒有點到 想說下次再來吃吃看 例如排骨飯啊 還是饅頭、蔥蛋還有很多 還有啤酒也有興趣 題曲的話因為文當也是第一次喝 就是我們兩個在另外拍影片給大家看 如果住在東京的大家呢 真的建議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好吃到不行因為老闆人又很好 好,那謝謝大家來看我們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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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coordinator 她們在下紀錄 但她們會不會是不是 再次我也會 在耐電 開梅 老師 心師傑 外・廂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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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